姓名? 怀尸? 年龄呢? 十七? 十七? 面试的男人挑起了眉头,看向了桌子前面的少年,那个背着沉重琴香的销售少年赶忙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他穿着有些旧的礼服,脸色有些苍白,好像许久不见阳光,头发略微凌乱,但一双漆黑的眼瞳却好像被蜡烛罩着一样,亮得有些吓人。 歌特戏啊,真少见,现在不少人都好这口。 主持面试的男人莫名其妙地嘟弄了一句,审视着少年,语气严肃起来,我说小怀啊,你要知道,我们俱乐部走得可是精英化路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 精英? 精英? 我懂。 怀尸,挺着小身板,用力点头,十足的狗腿,来之前老杨都交代过我的,您这儿要求严格。 您放心,我经验丰富。 说吧,还挤出了一个堪称谄媚的笑容。 要求虽然严格,但钱也给得多呀。 这年头经济又萧条得不行,最近西海大笔大笔的人失业。 一个穷学生能找个拉琴的兼职天知道有多难,怀尸都已经快要穷到倒闭。 听中介老杨说给他找了份有水丰厚的活儿,他都快高兴疯了。 真要让这活儿从指头缝里溜走了,是要天打雷劈的。 来之前,听老杨说,这里可是针对富豪们经营的会员制俱乐部,光是里面端盘子的服务员都能拿个几千块的小费,能在这里拉琴,还怕赚不到钱。 好像差一语他那莫名其妙的诚心,面试官也愣了一下,微微汗手,行了,面试表上说你还会大提琴,表演一个吧,可别太水。 这面就放心吧。 怀尸信心百倍地坐下来打开琴箱,将大提琴抱好,直起琴弓,稍作思索,大提琴所独有的低沉旋律便自弦之上流淌而出。 要说其他的他,可能会害怕,但要是看大提琴的话,他可没耸过,从小奖状都拿到手软,要不是请不起名师,现在他说不定早就去国际大赛上抛头露面了。 这一首不知道练过多少次的海西,哪怕放到专业评审那里去都挑不出任何错处。 一旦开始拉琴,他的心情就顿时平静了下来,发挥竟然比往常还要更好,灵动音符之间那深重的惆怅简直呼之欲出。 只不过在短短几分钟之后,面试官就有些厌倦地挥了挥手,行了,就到这儿吧。 啊?怀尸恶然抬头,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错,赶忙翻起背包,我还有专业证书,英皇八级,要不够的话,下个月我还要考专业初级。 行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面试官不耐烦地摇头,我们这里不看重学历,琴拉得凑合,有个噱头就行了,主要得看你的本事。 说着,他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了几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排成一排,指了指,你会哪个? 啥?怀尸傻眼,看着桌子上的那几个玩意儿,一头雾水。 这,是什么乐器? 哎,我说你究竟懂不懂啊? 你不是说你从业经验丰富的吗? 面试官不快地指着桌子上介绍道,富婆快乐球,富婆快乐火,你会哪个? 怀尸沉吟了许久,看了看怀里的大提琴,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地问道,富婆快乐,琴。 老板,有金手指成吗? 合着就是什么都不会了。 面试官大怒,指着他的鼻子怒斥,你知不知道我工作有多忙? 什么都不会,就跑来做牛郎? 我可是推了好几个约来面试的,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你们这里不是餐厅招乐手吗? 直到现在,一脸猛逼的怀尸才发现,自己似乎又被傻屌中介坑了。 哎,为什么要说又呢? 等一下。 他严肃地抬起手,先生,我可是卖一不卖身的。 砰! 办公室的门在身后关上了。 被赶出办公室的怀尸,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后怕得要命,感觉自己刚刚距离半生清白,丧尽只有一步之遥,可看了一眼自己存款余额之后,又忍不住跃跃欲试地想要把那一步跨出去。 亦都卖了这么多年了,还差卖个身吗? 反正关了灯都一样,最后还是,只要给钱爽快一些,似乎不是不可以接受啊。 就在他捏着下巴沉吟的时候,脑子里又窜出来刚刚那一堆富婆快乐系列产品,顿时浑身打哆嗦。 这一刻,怀尸深刻地意识到,这世界上的快乐是守恒的。 还是算了吧,算了吧。 他含着眼泪拒绝了来自金钱的诱惑,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俱乐部门外,看着门口包了一层金色的石狮子,又忍不住想要回头再回去。 等等。 身后忽然有人喊住他,是个穿着礼服的男人,面容俊秀而素冷,扫着他的眼神充满了苛刻。 喂,你,站住,我。 怀尸有些心慌,在他的逼世之下忍不住后仰了一些。 你就是今天那个新来的? 连会所的一哥都不拜见就走了,懂不懂规矩? 那男人走在他前面,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点了点头,脸还算不错,不过最好还是安分一点,笨美貌,你是比不过我的。 说着,他风骚地抬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瞟了几缕金色的长发,弄得怀尸心里一阵腻歪,恼火地回应,抱歉,一哥,我不做牛郎。 哦,现在叫男公关了,都一样。 一哥了然地点头,大度地挥手说道,没关系,既然叫我一声一歌,那以后就有我罩着你。 说着,从手包里掏出了一个瓶子,塞进怀尸怀里,与众心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做牛郎也要专业,回去给我把脸上的油去了,你护肤保养太糙了,可惜了这张小脸,省着点用啊,这可是欧洲的高档货。 说完,不等怀尸谢恩,他一抬下巴,转身走了。 怀尸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手里的化妆品,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把这玩意儿摔门口喊一声三十年和面三十年和底,默契少年穷之类的话。 许久,他看了看那个精致的小瓶子,有些牙疼地塞进了怀里。 算了,来都来了,看上去还挺贵的,丢了怪可惜,还没开封呢。 回头让老杨拿了卖了去,贫穷使我谦虚,为什么自己明明有金手指还这么贫穷啊? 他翻出了背包里那一本笔记,翻来覆去地看了半通,长叹一声,又塞进了兜里。 想到老杨,他又忍不住恨地咬牙,拿出手机拨通号码,一顿大骂,老杨你特么有病吧? 好端端地你介绍,我去面试做牛郎?你是想赚中介费,想赚疯了吧? 哎,这不是没问清楚吗?人家那儿要求年轻从业经验丰富,长得要好看,还要有才艺的。 哥哥想到你这么穷,不也是为你着想吗?别生气,后天请你吃饭,怎么样? 庆祝你嫂子,最近出院,你记得提点韭菜过来?提个屁,你吃不吃? 怀师没好气地挂断了电话,这王八蛋绝对是故意的,就指着自己不小心上贼船之后给他的那一笔中介费呢。 但想到老杨家里的情况,又恨不起来。 这孙子为了给自己得了癌症的老婆凑医药费,赚起钱来,简直不要命,要不然也不会连怀师这种兼职的零碎生意都做。 就为了中间那么几十块地抽成,况且除了中介费不打折扣之外,这家伙还算厚道,没有巧立明目,在扣他什么钱。 大家也算难兄难弟。 算了算了。 怀师叹了口气,听见了雷声。 阴沉的天空之上,远方飘来了漆黑的云,在暗淡阳光的照耀之下,隐约可以看到生长在云层之间的珊瑚群,还有鱼群游液的影子。 带着些微蓝色的海洋轻轻动荡着,向大地洒下一片涟漪的光。 要下雨了。 据说在七八十年前的,这种珊瑚云还不多见,那时候它们还都在海里,没飘到天上全世界乱飞。 不少科学家说是什么稀有元素的发现还是大气污染的原因,但没多少人信。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慌得一批,觉得漠视要来了,可等了几十年,也没等到丧失这种经典漠视物种。 时间长了,大家就习惯了。 只不过就是,天上多了个东西飘着,无非就是多下了点雨吗? 飞机晃的航线,不也照样继续飞吗? 钱还得赚,债还要还,日子也还得照样过。 乱了几天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似乎和之前的日子没什么区别。 雷声震震。 怀尸没带伞,不敢浪费时间,转身狂奔着回家,只是在狂奔之中,他又听见了远方传来的巨响。 这一次的雷声格外的清晰,就连大地都颤抖了起来。 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抬头,便看到远处的码头升起了一团烟雾和火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 街头的行人们彼此对视着,神情茫然,有人兴奋地拿出手机再拍, 还有人兴奋地网过靠拢,想蹭点热闹看看。 要是在往常,怀尸说不定也要过去看个稀奇, 可现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生活和牛郎的双重重担压垮几两,热闹什么的,还是算了吧。 他叹了口气,前面左拐走进小巷子里,加快速度。 砰! 小巷子的尽头,有个瓶子被踢到了墙上,玻璃茶洒了一地,紧接着,又被一只皮靴踩碎了。 有人从旁边的拐脚里冲出来,像是喝醉了一样,脚步踉翘,甚至没有减缓速度, 擦着怀尸,BIA一下,整个人都护在了墙上。 怀尸愣住了。 这是什么好汉? 却没想到,那个好汉在撞击中踉翘后退,看到怀尸之后,便猛然扑了过来。 怀尸躲闪不及,被他抓住了手腕,紧接着,感觉到一个沉重的箱子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啥玩意儿? 他愣在原地,本能地想要抽手,却感觉到手上气气的,粘稠的红色从那个人的袖子里流出来。 是血。 直到现在,浓厚到化不开的血腥味才扑面而来。 怀尸骤然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和头疼,弯下腰,不由自主地干呕出了一堆口水。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终于看到那个人猙獰的面孔,还有扭曲在一起的五官。 他愕然地看着怀尸,好像要说什么,却张口吐出了一大口血。 明明场景如此诡异,可怀尸却不小心看到,地上那一滩他吐出来的血里,有一条小鲸鱼。 甚至算不上大,就是那种一般人养在鱼缸里的观赏,用鲸鱼品种,看上去肥肥胖胖的,分外可爱。 哥们你口真重啊,这能吃吗? 还是生的。 怀尸目瞪口呆,怕不是肚子吃坏了。 可紧接着,他便看到那一只在血泊里扑腾的鲸鱼迅速地干瘪下去,到最后变成一团灰一样的东西,融化在了血中。 随着鲸鱼的死去,那个人好像也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倒在了地上,没有了呼吸。 只有浓厚的血色从风衣下面渗出来。 寂静里,小巷中只剩下了怀尸。 还有那个被塞进他手中的盒子。 那个盒子看上去比普通的魔方要大一些,入手沉甸甸地,摇晃一下,里面好像装满了液体。 摸起来有种铁和铜独有的冰凉质感,表面还雕刻着怀尸未曾见过的华丽图腾。 只不过这些图腾都被那个人粘稠的血覆盖了,看不清,可是好像有不可思议的魔力。 怀尸吞了口吐沫,感觉到了干渴。 只是只是将他捧在手中,便忍不住想要打开,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他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令他十分想要占有,想要得到。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选,难道还用得着去想吗? 怀尸不假思索,掏出了电话。 喂,110吗? 总之,大家好久不见,来个收藏推荐呗,新书期间争取每日两更,做回大家最爱的那个勤劳小风月。 汉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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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受当时对汉被汉被水赫帝和赫帝和封印了,做回应被汉被决定的赫帝和水赫帝和下这道路都称。